刘文部田里和相声名家杨少奎,师从江少海,主公捧根和丹口,最受欢迎的节目是《君臣斗三军事》,山东斗法,他的太平歌词也有独到之处,杨少奎有八大弟子,暗元,亨,立,真,学,其,进,不取名,成就最高的是二徒弟刘文亨,大徒弟丁文元,后来以马志明在相声修分里,拿他的名字杂贯而明马天下,老徒弟刘文部,是天津相声茶馆自苏后的代表, 表弟人之一,刘文部今年整整82岁,出生在天津,是相声名家郭荣启的表弟,12岁拜杨少奎为师,学艺次年出师后,在生软茶社表演相声和双簧,民国时期天津有两个相声大本营,一个是南市,另一个是位于东北角的河北鸟市,河北鸟市的书场,茶社有一百多家,生软茶社是其中最火的一家,刘文部经文生刘文部,小时候小皮捣蛋出了名, 他住在南大道二人里胡同,这条胡同外宽内窄,胡同口的宽度可以变形两辆马车,越道里边越窄,最窄的地方只有半米宽, 刘文部在马路边雇了辆胶皮车,告诉车夫去胡同里,接他妈妈去看戏,进胡同后,刘文部跑了,车夫拉着车卡在胡同里, 废半天进才倒出来,过去一条胡同里只有一根电线杆子,上面有个小路灯,灯光昏暗,两米以外看不清地面的人, 到了晚上,刘文部带着一帮小孩蹲在黑灯眼里,只要有谁端着大盆出来倒脏水,刘文部就领着大伙一二三大喊一声, 端着盆的人吓得不清,夸查一下把盆扔地下,转眼小孩都跑了,这些故事,都是刘文部在电台节目里自己说的, 所以后来天津观众给刘文部起了个外号叫刘坏水,一点也不冤,刘文部正服三五十年代, 杨少奎加入红桥区取义团,担任相声队队长,演员还有张宝如,刘奎珍等人, 刘文部也加入了红桥区取义团,红桥区取义团解散后,直到九十年代,刘文部才重操就业, 此时金文生在天津电台工作,帮助电视台录制传统相声提紧,刘文部与金文生年轻时是把兄弟, 金文生邀刘文部到电视台录节目,后来天津茶馆演出复苏,刘文部加入众友相声队, 但那时候演出少,观众更少,收入自然也高不了, 刘云社初创始却演员,金文生在刘云社说评书, 举荐刘文部来刘云社说相声,郭德纲在《过德纲好》一书中, 提到一位天津老艺人在刘云社合作期间,给刘云子弟传授作品三段, 学习了作品十余段,双方互相学习之风极烈,书生朗朗,令人愉悦, 双方确实发生过一些不愉快,天津小剧场业务越来越忙, 刘文部不再来德云社演出,后来刘文部成了天津向盛艺人杂钢的主力, 这段网是喜欢向盛的都知道,不必制束,刘文部2011年9月, 天津千祥丽茶社做了一场特殊的原生才演出, 把茶社临时改成当年河北鸟市生演茶社的样子, 场中心未表演区,捧跟者站在桌子后面,桌上放着钱箱,扇子,醒目等, 逗跟者站在捧跟的对面与捧跟者交流, 故事请坐在四周的观众参与,演出是从原瞻儿, 也就是剧容观众开始,前提演员登场唱八四喜, 这是开门柳儿,之后刘文部出场, 说了一段儿单口打日本,刘文部随后, 魏元亮、李博祥、田丽和、张文霞、魏文华、黄铁梁、 尹笑生、张永熙、余业福等老艺术家依次登台, 演员表演一段儿,就有楚门子,也就是向观众脸钱, 这是老十年间相声表演正前的窍门, 张寿陈先生说过,没有楚门子, 说得再好也只能算是半个说相声的, 那天演出最后团底的节目是大双簧,双簧表演, 坐在前端的叫前脸儿,跟在后脸儿的叫后脸儿, 前脸儿是刘文部,后脸儿是田丽和、张文霞、 黄铁梁、李博祥、魏元亮、魏元华、 尹笑生、可见刘文部的双簧, 确实见水平,刘文部刘文部会三十多段传统相声, 经常表演的有诗空展、邓公信女、 打邓尼、杂学唱、促点邓术门叶尔等, 她的表演轻松自然, 面包袱层出不穷, 擅长与观众互动,爱扎虎, 婴儿场面火爆,她的口音不正, 摇眼时基本上是天津普通话加上天津话, 一激动嗓歌还容易破音, 刘文部极有早期街头行一支风范, 长家导金人谩骂, 最爱说迷满,完全是口头语, 但也颇受部分观众的追捧, 对此刘文部有过解释, 她说,其实我在史国中向来是双开活, 台下观众非常文雅, 环境比较严肃的场合, 我的表演会疯压起来, 而在像茶馆这样的环境中, 需要演员开场就斗包袱, 达到满堂彩的效果, 舞的东西则会占到一定比例, 刘文部王文林说实话, 刘文部此言不虚, 有人批评他剧剧尼玛, 离开骂街, 几乎不会说话, 更不会死活, 其实不然, 记得有一年, 北京人艺来天津大剧院演出, 剧院专门为北京人艺的演员, 在小剧场安排了一台相声, 其中就有刘文部的表演, 那场演出刘文部一个方式也没有, 台下观众包括蒲存心, 杨丽心, 冯远征, 何彬等大腕, 演出结束后在后台, 话剧演员与相声演员见面, 蒲存心还特别肯定了刘文部等老相声演员的表演, 刘文部在中有相声队曾与影笑声, 张永久等搭档, 后来他的固定搭档是郑福山, 郑福山14岁, 进和平区区一团, 带张倩森为师, 后来参军到济南军区歌舞团, 转业后回天津, 分在艺青局, 经常参加又与演出, 曾在天津市曲艺团与赵伟周合作, 再后来加入哈哈笑艺术团, 与同首本, 陈明志, 赵金生等人合作过, 刘文部表演风格大俗, 始活太猛, 郑福山真是拖得住他, 刘文部给郑福山洗了个外号叫大塞帮子, 也叫响了天津, 文, 何雨昕, 刘文部王伟林